大家好 我是61号选手 我叫李禪 下面呢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王杰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 不要谈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不要谈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不要把三缺底爱留在这里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五分钟前才决定参赛 所以我只准备了一首歌 唱一首女孩子的歌吗 女孩子 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跑这唱 这太让我无法想象了 女生的歌 很难吗 对 平时就喜欢唱男生的歌 你喜欢唱的都是男孩子的歌 对 你长得很女孩 但是可能是你内心的东西很 对 我内心有一点点慢 真没看出来 其他才艺表演吗 我可以表演吗 因为之前是学表演的 OK 是给我一个场景之类的 好 这个问题留给小林了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题材吗 你可以表演的 还是说需要我给你一个特殊的场景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 好 那你既然学过表演 那我就给你一个稍微 难度一点的好不好 好 OK 拿开那个卖家让我看到你 嗯 其实最简单的表演就是 看你的反应 对不对 我给你 四个 电话 就是接电话的反应 OK 好 第一个 嗯 有人打电话给你 嗯 说你最喜欢的一只小宠物 一不小心被车给撞了 oh my god 是我自己养的是吗 对 好 就假装哈 他叫 呃 什么 小花 叫lucky lucky 好 嘿 嗯 you're lucky 一不小心被车给撞了 嗯 等一下是开始了是吗 对 你自己去想 呃 是你打给我 不是我打给你自己去想你的电话去啊 喂 嗯 对 怎么了 哦 我在家呢 什么事儿 你快说啊 什么 在哪儿 已经死了吗 你 你确定他已经死了吗 你们有没有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 医生 说没有救了是吗 是 你确定他已经死了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好 好 我知道了 ok 好 第二个电话 你朋友告诉你 对不起 今天是愚人节 喂 你说吧 我现在能承受得住 你知道这样开玩笑很过分呢 好 就这样吧 拜拜 好 第三个电话 银行打来告诉你 你的信用卡被人盗了 已经偷偷刷走了一百万人民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对 我是李小姐 什么 我的信用卡被到了 刷了一百万 怎么可能 哎 这个不是需要这个签名才可以刷的吗 啊 这样也可以吗 天呐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哦 哦 我知道 好了 拿所有我的ID 然后去银行就可以了是吗 哦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ok ok 我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好 第四个电话 2011美金面膜花耳朵朵作委会通知你 你获得今年的加拿大唱区的总冠军 喂 你好 对 我是 但是 我现在在学校 真的吗 你不会再看玩笑吧 因为我本来今天不是 就那天本来不是抱着那个比赛去的 我真的获奖了 我 我 我没话可说 因为我觉得 是吗 那还是 谢谢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ok thank you 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些表演才华 尤其你的面部表情 我很喜欢 你的内心的变化 我喜欢你前面两个 对 那个小狗 但是我不喜欢你开这个玩笑 因为我有小狗 这个是打击是受不到的 对 我也受不了这种打击 真的 一个小狗 我觉得一个狗就是一个 family 就是一个孩子一样 如果这种玩笑开了我会杀掉你 我把你的小狗抱走 我准备把你的小狗抱回国 ok thank you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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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翻译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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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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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